欢迎收看最在地的大新店地方新闻 我是周文轩 首先带你掌握今天的新闻栽药 深圳群公所降于10月28号的晚上7点钟 举办跨后一家霸丽的活动 邀请明华园总团演出 重光社区大学体势能健康超班 透过有氧瑜伽肌耐力运动 来增加肺活量和肌肉的力量 可以有效的预防运动伤害 新北市教育局办理新住民二代 培莉昂阳计划25位的高中职学子 进行成果发表 新北市社会局表扬入围经典奖10个单位 肯定各单位推动老人照顾工作的努力 而今天的想念之位单元 越南的新住民潘玉琴 要来教观众朋友一起来做 越南的凉拌杀春圈 重阳节即将要到来了 深坑驱宫所每一年都会举办 看好戏加霸力的活动 而今年又再度邀请由深翠凤所领军的 明华园总团到场来演出 同时现场还会展示社区营造的成果各项作品哦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10月28号的晚上7点钟 到深坑慈胜宫的对面广场 一起来欣赏世界级的传统戏剧表演 去年深坑驱宫所邀请由知名歌仔戏小生 孙翠凤领军的明华园总团到深坑演出 吸引了满满人潮 今年也不例外 同样为了庆祝重阳节的到来 将在10月28号晚间7点 在慈胜宫对面广场举办 看好戏吃肉粒关怀长者传统戏曲 即社区营造成果展的活动 邀请我们沈胜区 将近三千多位这些的展备 来看好戏 希望各位吃肉粒 因为冬天也是救救中庸的时间 也希望我们大家 走出家门来支持 以及来分享这个孙翠凤 如是说担担这个满满团的团队 来做这个表演 深坑驱长王昆南表示 区内有近三千位的长辈 希望透过老人家最喜爱的歌仔戏 让长辈们能走出家门 同时活动当天还会展出社区营造成果作品 欢迎民众前来看好戏 也欣赏由应发长者所做的各项传统工艺及童晚 满满表演当中 在我们附近我们也有一些单位 就是把我们这个社区营造成果来做一个电缆 包括手工的 这些传统的童晚 都来电视 让大家来参考来看 已经持续多年的 看好戏贾霸力的活动 每年都引起热烈回响 尤其今年再度请来 民华园总团演出 相信国家级的戏曲表演 绝对会带给长辈及民众一个最棒的夜晚 记者杨邦耀周芳琪深坑采访报道 而现在的人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健康了 因此愿意花点时间来做做运动 所以重逛社区大学 在近年来就开办了体势能健康操班 这堂课是透过了瑜伽有氧 肌耐力等多种的运动 循序渐进代理学员来暖暖身 舒展肌肉和筋骨 就是要教大家正确的运动方式 这不仅可以预防运动伤害 你可能不知道 这样也可以提升运动的效能哦 跟着节奏感十足的音乐 让全身都得到充分的运动舒展 虽然才短短十多分钟时间 每位学员的身体都跟着暖了起来 每个星期一的下午 新店重逛社区大学的体势能健康操班 总是充满了活力 学员们跟着老师尽情的律动 周末假日的用来完全抛开 这堂体势能健康操 结合了有氧舞蹈 肌耐力 瑜伽等多种运动 让效果加倍提升 第一个部分我们会做动态的伸展 动态的一些有氧舞蹈 带入心肺的一些训练 然后接下来我们做一些 肌耐力跟肌力的训练 强度会稍微再慢慢的提升一些 那主要就是加强你的 那个骨骼跟肌肉的一个稳定度 然后最后呢 我们再做一个肌肉的伸展 然后把我们肌肉 紧绷的肌肉把它延展开 然后加强我们的柔软度 雪恩表示现代人都很讲究健康养生 而追求健康的首要原则 当然就是运动 所谓药果救药动 因此来上课的目的 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养成 规律的运动习惯 让身体维持良好的机能 远离病痛 像我60岁了 可是我觉得说 这个年龄不是问题 是你自己的心态 我们也不想说给小孩制造以后 我因为健康的问题 造成他的困扰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一直在运动 持续在运动 因为要让自己更健康 从以前就一直上 然后上到现在 那觉得还不错啦 有增加自己的腿的肌力 脚力 然后可以到处爬爬走 尤其有好几位学员 参加这堂课 已经有多年时间 他们表示 长久下来 明显感觉到身体上的变化 像是体力变好 肌肉更有力 肺活量也明显增加 平常我们在家里可能只是劳动 我们不是运动 那像我周三 我还有去趴趴走 走步道 那但是我们藉由这个瑜伽的伸展 我让我在运动前 就是我在走步道前 我可以做个伸展 我健走完了之后 我也可以做伸展 那我会觉得我的肌肉 我的腹肌会比较有力 所以我很少要酸肥痛 身体有比较好 然后体力也比较好 然后脚力也比较好 然后最主要是之前身体不好 所以为了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好 然后以后可以走更久 很多人虽然从事运动 但因为忽略了暖身 或是不正确的动作 而导致运动伤害 所以老师也提醒大家 运动前一定要充分暖身 并且循序渐进 才不至于造成反效果 可以动得更健康 记者是明镜本奇 新店采访报导 新北市教育局在日前也举办了 新住民二代 培力昂扬计划的成果发表会 25名高中职的学职 展现了前往越南实地学习的成果 还有心得 新北市市长朱立伦 也特地到场其免 并且表示 新住民二代因为具备有多元文化的背景 透过了培力计划 让他们可以到母国的在地企业去实习 不但可以拓展视野 更可以提升国际的竞争力 新北市教育局日前举办106年 新住民二代培力昂扬计划成果发表会 由前往越南实习的25位高中职学生发表心得 市长朱立伦特地到场其免学子 他表示 新北市有10万名新住民 36000多名的新住民之子 过去许多人认为新住民二代较为弱势 但其实并不然 因为他们具备多元文化背景 在国际上的发展反而更多元 更具竞争力 二代的新住民过去 有一个传统 可能大家觉得 新住民会不会相对来讲 会弱势或者是竞争力 比较不强 其实错了 我应该说 新住民的同学 比人家更有优势 因为更有多元的文化的背景 未来更会有更多国际多元的发展 另外市长朱立伦进一步指出 透过了昂阳外婆桥计划 不仅可以让新住民学习父母亲母国的语言和文化 而现在借由培利昂阳计划 到在地企业去见习 相信对于学子将大大有帮助 新北市教育局表示 这25位学生在越南进行了一周的企业参访 以及两周的实习机会 除了发表会外 日后也将到学校分享 鼓励更多同学勇敢逐梦 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力 记者杨帮要叫方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新北市永和民权社区发展会等 十个社区 入围了全国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的经典奖 而另外新店还有五谷区公所 则是入围了卓越公所 另外还有新店下沉社区发展协会等 四条据点旅游路线 则是入围了全国五十条据点旅游路线 得奖数居全国之冠 因此新北市社会局提前颁证 新北据点之光 掌牌给予表扬 新北市政府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第三季联系汇报 日前在新店下沉礼活动中新举行 这次会议中 社会局特别表扬入围 由卫福部所举办的 106年金典奖的 永和民权社区发展协会 土城鼎新社区发展协会等 四处基优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以及入围卓越公所的新店与五谷区公所 我觉得这是我们历年之冠 因为入围其实就是得奖了 换句话说 入围已经是非常肯定 社区里面所做的付出 或者是福利社区化 包含我们对长辈的 这些相关关怀的活动 那除此之外呢 今年我们还有两个区公所 包含我们的五谷跟我们的新店 也入围了这个经典的区公所奖 这个也非常非常不容易 此外包括了新店下城社区发展协会 板桥板新社区发展协会等四处 则是入围50条据点旅游路线 数量为全国之冠 今年呢 我们的卫福部也有50条的 这个社区的旅游路线 我们也是全国入围最多的 我们一共有4条路线 入围呢 这个入围 那其实这些路线呢 也是鼓励呢 大家能够做更多的社区相互的观摩跟参访 新北市社会局局长张锦丽表示 新北市或新典奖的次数 旅创新高 你可以有更多选择 大兴电全新推出HD99精彩全享餐 南瓜最热门的HBO电影频道 Buzz豪华电影频道 还有三大运动频道 兼具流行与古典的音乐频道 以及大小朋友都爱的亲子频道 统统让您以次拥有 现在申办 加码在宋宁豪里二选一 速下2917 3939 林园 林园就是林园 现在申办大兴电宽屏指定方案 夏普40寸电视机 林园带回家 赶快来电 带走你的第一台林园夏普 申办速下2917 3939 今天的想念滋味单元 要来为观众朋友所示范的是 一道越南的平民小吃 凉拌炸春卷 来自越南的新住民派运琴说 在他想家的时候 只要吃个凉拌炸春卷 那嚼在口中的滋味 胜过世界上各种好吃的美食呢 马上就跟着他一起来学学这道菜吧 东西防风 夏天防晒 好正好用 这里是我们新电视的建国市场 今天我们要来找一位越南妈妈 会让她做出我们想念的滋味 到底什么料理呢 那我们一起走吧 哈喽哈喽 你好请问是郁琴妈妈 是我是你好 哈喽你好 这个比较好吃 这个比较好吃 角肉比较有角质 然后是夹心肉 夹心肉 对 我要加一点油 好 好谢谢 谢谢 谢谢 半斤立五船 好 四根就好了 挑好了肉和菜 紧接着玉琴妈妈又进入越南商店采买 今天这道越南好滋味 将在新店装进高中厨艺教室 为您精彩呈现 我们今天做那个是凉拌扎春卷 这道菜我最怀念是我妈妈做给我吃 我下课的时候 他做的跟外面卖的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他的口味 因为我喜欢吃有点带甜的 那时间就是跟妈妈聚在一起一块儿吃 那是最快乐的事情 赏它我就自己做来吃 给家人尝尝看 究竟这道思念妈妈的越南凉拌榨春卷 会是怎样的好滋味呢 现在请赶快拿出纸笔 就让玉琴妈妈来动手做吧 他的做法是 先把芋头切丝 黑木耳切丝 还有绞肉 还有红葱头 还有蒜头 胡椒粉 盐糖 还有鱼露 放在一起 搅匀 好 用双手 双手 在搅拌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秘诀 我们给它搬匀就好了 搬匀就好了 没什么秘诀 不需要拿起来摔吗 不用 我们越南的扎春卷吃起来有香味 更脆感 也可以换一些下人 如果你不喜欢吃下人 可以加螃蟹肉 螃蟹肉 那味道更鲜 我们要加一个蛋 搅拌完之后再加一个蛋 继续把它拌匀 对 这是为了让口感比较滑嫩吗 因为当然它有它的滑的组织 帮我们的肉 比较鲜汁 然后又有脆感 又滑嫩的感觉 先噴水 先把春卷皮噴水 噴软 这个春卷皮是黄黄的 跟我平常看到的春卷皮好像不太一样 白色的是用春卷是生的 生春卷 黃色用来炸的 再来我们再包 我们拿一匙就好了 拿一匙 拿一匙 你觉得太少也可以直接加一点 然后就用两侧折起来 喝过水之后它就变软 就变软 所以不要太多水 不要太多水 太软就不好包 包的时候不要太紧 不要一直压它 然后它 肉会膨胀 会爆开 然后就往这样推开 这样子就是一卷 利用越南传统的春卷皮 将肉馅包覆其中 紧接着放油开火 将春卷丢入油中 炸至表面呈现金黄色 这酥酥脆脆的越式炸春卷 就完成咯 接下来的步骤 就是将越南米粉丢入滚水中 待焖熟焖软后 撈起放入冰水浸泡 这样米粉吃起来的口感 才会又Q又弹牙 那我们放一匙的一露 一匙的一露 对 就两匙的糖 两匙的吗 嗯 2比1 2比1 然后就要六匙的水 六匙的水 六匙的水 对 所以就是比例要记住 就会有好吃的酱汁 对 等那个糖已经融化了 再加檸檬汁 然后我们加半匙的蒜头 蒜末 蒜末 对 如果喜欢吃辣也可以放一些辣椒 调好酱汁 米粉铺底 再加上生菜 黄瓜 九层塔 花生粒 再放上榨春卷 淋上酱汁 就完成这道凉拌榨春卷 味道好不好 尝了就知道 要吗 要吗 好我也吃 来 这是我们的街铅家的春卷 来个班朋友做的 吃感觉和口味 一样我们在这里吃的一样 好吃吗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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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吃 棒 谢谢 有多味 有多味 除了凉拌吃 炎炎夏日 还有另一种吃法 也获得玉琴妈妈的大力推荐 小一点的 好 你哪一卷 哪一卷 来包 哪一卷 这卷是我刚包的 对 我要吃这一个 好 你可以加一些小黄瓜 加小黄瓜 嗯 包在台北 九层塔 九层塔 很清爽的口感耶 而且我们的酱汁也好好吃喔 甜甜的 今天除了做料理 玉琴妈妈还要感谢一个人 玉琴妈妈这个好可爱喔 是要为我吃的吗 不是 我是为老师做的 哦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巴南椰绿豆糕 老师 我们先请老师品尝 来 这是我们玉琴妈妈的爱心喔 好吃吗老师 嗯 真的还蛮有特色的 谢谢 真的还蛮有特色的 谢谢 真的还蛮有特色的 然后让我们考到丙级 我们代替我们班里面跟你说感谢 真的谢谢 我们往那个一级方向加油 好 谢谢 加油 我很谢谢我妈做一道菜给我吃 那每次吃起来我就会想起她 我希望她有机会来台湾 我会亲手做给她吃 然后看妈妈会开心的样子 是我最快乐的 紧接着让我们来看看 宝贝亚提供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即日起生半大新店宽屏指定方案 校普40寸电视机 0元让您带回家 生半专线2917 3939 大新店全新上市 24小时全年无休 专属您全家人的健康照护 六大服务轻松掌握全家健康 每月最低只要359元起 活动详情请洽2917 3939 公费流感疫苗 即日起开放施打 欢迎符合条件的民众 尽速携带身份证 健保卡与相关证明文件 前往辖区合约医疗院所 或是卫生所免费接种 增加保护力 106年家犬绝育大赛开跑楼 即日起到10月31日止 纠团十只狗狗到特定东吴医院 实施节眨手术就可以享有优惠哦 详情请上新北市洞宝处网站查询 为提升洽工环境 文艺气息 新店地震事务所行动一拉 10月2日起至12月27日止 为期三个月展出林静瑞老师作品 欢迎大家一起共享艺术创作饗宴 以上更多的新闻内容 民众都可以前往大兴电 有线电视的官网 或者是脸书粉丝团上 查询点阅 欢迎民众可以多加的利用 我是周文轩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